中美资深航空编辑探讨航空技术 谁才是当代最强五代机 9月16日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合作伙伴 美国航空周刊资深军机编辑 与国际航空第十任主编王亚林 进行了一场跨洋对话 以下是这期对话节目的要点回顾 我认为 能率先研制出超声速民机的可能会是弯流 把锁等传统喷气公务机制造商 因为他们对市场的理解足够深入 知道如何定价 如何销售 不过 我们还需要考虑 下一代空中主宰项目中的其他飞行器 比如中程辽机无人机 可能比该特更早投入使用